警方侦办台中角头翁齐南的命爱 现在出现了重大的突破 根据研判 行凶的应该是少年二人主 也就是连开车来坚硬的 也是一名少年 而疑似为杀手的料姓少年 现在极有可能 已经是潜逃到中国去了 疑似为杀手料姓少年行凶后 搭上了轿车冲农离开现场 警方锁定坚硬的应该也是一名少年 只是料姓少年去年犯下的快炒店 赵姓老板的枪击案之后 只有偷渡到中国藏匿 但翁齐南被枪杀前了一个星期左右 有朋友还在台中县的太平 遇过料姓少年 有消息指出 料姓少年的偷渡管道畅通 枪杀翁齐南之后 可能早就被安排 潜逃回中国 是一种黑洞犯人那里就出来了 警方还没锁定的时候 他早就先一步了 他在汽车的途中 所以木口安住料姓少年的黑帮组织不排除 就是南部纵冠线某位重量级的大哥 外传料姓少年年纪轻轻 不仅枪不离手 还信靠余色 经常和大哥进出三百唱饮店 而且每次都要带小姐出场性交易 若有不从 就可以亮枪口客 是坐台小姐避之不及的酒店小姐杀手 警方除了要监控料姓少年的同党 也针对声色场所尽情清查 希望追出幕后凶手 明雪林向前 陈建华 台中报道